看一下 第二种画法就是我先把上面画完 先画线往上 往上多少15 15Enter 先把上面画完然后再画下面 下面的话就是 不是画圆是画弧 这边的话再给一个方向 第2个方向给20 记得这个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它的虚线 你不要 画偏了不然看起来会怪怪的15Enter 最后结束上面的那个 模字形的部分先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底下的部分 我要画一个弧 那特别注意 弧的部分一定会有个起点跟 一定会有个起点 一定会有个终点 起点 终点 那特别注意 画弧有个观念 一定要逆时针方向 起点比如说你今天画的弧 假如你逆时针方向 一定要逆时针方向 所以你的起点应该是在左边右边 左边 逆时针方向 一定是这样逆回来的 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你如果说你起点在这边 他画出来会变这样子 特别是逆时针方向 刚开始同学还是会搞不清楚 逆时针方向 反正你就习惯就知道就这样 转一下 逆时针方向就出来 这个是第1个概念 弧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第1个 第2个一个弧会有分成长弧跟短弧 那什么叫长弧呢 长弧就是因为我画出来 他这个一定 假设画一个圆 他一定会有缺口 这个缺口长的部分叫长弧 短的部分叫短弧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长弧的话 那半径就要给负的 比如说这边是 适时的话 那就要是负适时 他才会出现的是这个长弧 有没有 弧 有一个圆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比较大 一个部分比较小 就是等于是把一个圆拆成两部分 有没有 那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个有点抽 可能如果没有画给各位看 会有点抽象 所以弧的话请你找到哪一个 起点 终点 半径 有没有这个 因为我们有 起点 有终点 有半径 所以我有三个讯息 我就针对这三个讯息给下去 起点在这里 终点在这里 好了之后 特别注意 再来还有个细节 请各位 不要直接就这样输入 输入池 你要怎样 稍微把它拉一下 因为你如果没有拉一下 不知道说你方向 在哪里 所以拉一下有弧出来之后 再输入 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输入 事实的话 是短 我先做一次一个短 Enter 短 出来了 那你要藏 按右键 重复一下 起点一样在这里 终点一样在这里 拉一下 因为这个动作没有拉一下 符会出不来 负 事实 记得是负事实 是长弧 Enter 有没有看到 长弧跟短弧 有没有 其实短弧就是一个圆 因为我们 这个缺口的 上面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要是长弧的话 请你把半径加上负值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先把它删掉 OK 其他部分我想 各位再把它标注一下 记得是 起点 终点 再加一个半径 是负的 就好了 OK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弧的特性特别注意的是 第一个是逆时针方向 第二个如果说你是长弧的话 一定要是负的 再来画的时候 一定要再拉一下 起点终点 拉一下 看到弧之后 再输入 这个半径 才会成功 否则这个弧 有些同学会 很容易画不出来